大家好,我是艾钓布莱恩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羊肝与钵鱼 然后好不容易把鱼拉到水面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起鱼呢? 今天这一集就来讲讲种鱼后的最后一个步骤 如何把鱼弄上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现在讲讲引拔 引拔就是当你把鱼搏到水面之后 直接抬杆子,然后把鱼抬起来 就是引拔 引拔你可以如画面中直接去接触你自己的指线 那如果鱼比较大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甩到岸上来 那不管种什么鱼都可以引拔吗? 其实也不是 我们接下来谈谈适合引拔的一些条件 好,先来谈引拔的重量 当把鱼拉出水面之后呢 它就没有浮力了 它那个鱼的重量呢 就会吃在线跟钢子身上 所以能够引拔多重的鱼 取决在于你的指线身上 假设我今天是用二号指线 然后二号指线的最大拉力值是4.3公斤 也就是代表着 我二号指线就可以引拔4.3公斤的鱼吗? 理论上来说是 可是实际上可能连一半都达不到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线解的强度 还有鱼在挣扎的时候 它产生的力量 有可能是它自己本身重量的2到5倍 所以综合算下来 我的经验只是 如果你用二号线 就不要引拔超过2斤的鱼 以此类推 如果你用1.5号线 就不要引拔超过1.5斤的鱼 如果你用一号线的话 那你引拔的鱼最好是在1斤之内 然后超过三斤的鱼 我都不建议引拔 纵使钓钢跟直线都能承受得住 可是根据杠杆原理 超过三斤的鱼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 非常不利于引拔的操作 另外就是 如果你的直线用的比较粗 可是你的钢子却没那么粗 譬如说你用1号线 可是直线是用3号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 1号线你还是只引拔1斤以内的鱼 会比较好 然后1.5号线就是引拔1.5斤以内的 然后2号线就引拔2斤内的 然后3斤以上的内 我就也一样不建议引拔 那以上这些数据 是我自己的经验和一些前辈 给的一些建议值 不代表所有的状况都是这样子 这边只是给一个数据 然后让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如果你中的鱼符合以上的这些数据 可是你还是觉得引拔起来会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不要引拔 就用你自己觉得有自信可以操作的方法来做 有些做掉环境只能引拔 没办法用捞网 譬如说做掉的环境很高 然后你站的点很高 捞网根本就下不去 或者是掉的点前面有障碍物 譬如说有肉厂有礁石区 那个网石也没办法伸到比较外面去捞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带捞网 那也只能引拔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引拔 该注意哪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尽量让鱼倒了再引拔 让鱼倒的意思就是让它不要再挣扎 因为如果鱼在挣扎你就引拔的话 那鱼在空中挣扎少了浮力的帮助 等于说你是跟鱼线跟鱼竿硬碰硬 这样就很容易发生脱钩或是断线 有一种让鱼倒比较快的方式 就是你把鱼头拉出水面 让它去吸到空气 让它吸几口空气以后 那个鱼就会比较快倒 然后发现鱼不再挣扎以后 再进行引拔的动作 接下来就是要控制好你自线的长度 自线如果太长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把鱼拔出水面 自线如果太短的话 你引拔起来你又接不到鱼 所以尽量把自线控制在你引拔起来的 之后是可以接得到线的 如果鱼比较大或者是相共 你想赶快把它甩上岸 以免夜长梦多的话 那也要控制好自线跟杆子的方向 以免干扰到旁边的钓友 然后鱼落地以后 就要赶快把线被打开 让线松掉 以免那个鱼的弹跳去扯到钢尾 然后如果要甩上岸的话 身体也要跟着转 然后不要让钓竿太往后仰 因为如果钓竿太往后仰的话 那鱼的重量就会吃到钢尾 这很容易使钢尾断掉 万一没带捞网 然后又引拔不起来的时候 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可以用手去拉那个线 然后把那个鱼拉起来 然后这个是个不得不的动作 并不是很建议 如果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 要确定那个鱼已经倒了 不然当你拿到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 钢尾的弹性缓充的空间 然后鱼如果又挣扎的话 就很可能会脱钩或者是断线 起鱼的方式 除了刚刚讲的引拔之外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拿捞网把鱼捞起来 尤其是种到大鱼的时候 拿捞网捞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钓鱼的捞网 大致上分两种 一种叫做操网 它比较短 比较硬 适合在离水面大概3公尺以内的 做钓环境来使用 像影片中 做钓环境就是离水面很近 所以如果有起鱼的话就可以拿操网 然后一样是要等到鱼倒了以后 然后把它刀来岸边 然后操网下去 然后快很准的把鱼捞起来 然后鱼一入网以后 也要记得赶快放线 才不会不小心扯断钢尾 那如果今天的做钓环境 离水面比较远 超过3公尺以上的话 那就可以使用玉饼 然后玉饼是可以伸缩的 然后它的长度至少都4公尺以上 然后甚至有些到10公尺的都有 它的网子也是可以收纳的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一起放在干袋里 然后玉饼的使用 也是等鱼倒了以后 就把玉饼伸下去 网住鱼后再把它收回来 这边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把玉饼抬起来 是要把它由下往上收回来 如果直接用抬的话 鱼又种的话 很容易造成玉饼断裂 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操作的话 可以学影片中 把钓杆先夹在两个大腿中间 然后捞起来了以后 也要记得赶快放线 以每去扯到岗尾 然后再来去做解鱼的动作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如果那个鱼上来 比巴掌还小 差不多半斤以内的鱼 你就可以试着去引拔看看 试着去学习 控制制限 然后去引拔看看 去做引拔的动作去练习 因为半斤以下的鱼 就算你动作做错的话 影响也不会太大 然后再一步步去挑战更大的鱼 如果真的撞到大鱼了 还是下拉网会比较好 至少保险也比较安全 好 今天起鱼的方式 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是Idea布莱恩 我们下次见 拜拜